大家好 有很多人在用了安眠药之后呢 他有一种感觉说自己记忆力下降了 确实是有很多人有这种状况 所以这就是安眠药对我们行为和记忆的影响 首先第一个记忆力要下降 有很多人呢在用了安眠药的时候呢 他没有立刻睡着 很兴奋 然后又跟大家去聊天 然后又去做事 睡着之后 到第二天醒来 却忘掉了在睡眠之前所做的这一切 睡眠完全康复之后 或者是不再用药的情况下 这个呢还是能够恢复的 这是记忆力方面的影响 第二个方面呢是失控行为与梦游 大家一听就知道 有些人用了这个安眠药之后干什么 他行为就发生了变化 因为他完全放松了 大脑放松的情况下 自己呢身心都放松了 放松之后他有时候不知道 就是所谓的自己睡着觉 还在去做一些事情 这叫梦游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 就没有意识的去狂奔 去购物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所以这个行为发生的变化 跟这个安眠药也有一定的关联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呼吸困难 呼吸困难呢 特别针对的是一些 有呼吸系统或者神经系统 疾病的患者如果在用安眠药的情况下 过量使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呼吸抑制 也就是呼吸障碍到呼吸抑制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过敏 其实过敏呢不是个别现象 也不单纯是因为安眠药 有很多人呢不仅仅是对药物 他还对食物有过敏反应 是过敏体质的人在选择安眠药的时候 一定要慎之又慎 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性功能下降 有一些人呢在选择了安眠药的情况下 可能是自己的性功能 不如从前或者是明显的下降 这些跟一些药物有关联 特别是对一些药效比较强的 这种安眠药表现的就比较突出 好谢谢大家